我想說波波都已經自己做出人生抉擇 他要跟Doughton 還有一個那個玻妞嘛 喔玻妞是吧 玻妞還那麼小欸 沒關係我們這邊有兩個 喔你們兩個 玻妞如果喜歡比較年輕的 我們有小鮮肉 喔小鮮肉 那或者他喜歡年長一點的 我們有哥哥 給他選 雖然我們哥哥之前也有跟大S的約 什麼 我們的關係也複雜 等一下 你沒有管我們 美麗的女主角 麥依侯佩晨 嗨佩晨妳好 我覺得當媽媽是比較踏實 然後也知道自己要勇敢一點 因為你要強壯才可以照顧你愛你的人 對 所以每一個媽媽都是最厲害的神力女超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簡單 所以以前就一直有一個心願 因為我覺得聲音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陪伴 我小時候就是一定要聽到聲音 然後比如說出國念書 我只要一醒來我就會開音樂 開電視啊 然後就是一定要有聲音的陪伴 那我跟我的孩子做最多的活動 也就是讀書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有一個故事書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念 我覺得這是爸爸媽媽送給他很好的禮物 其實弟弟本來以為說生出來就融血的狀況就會好了 可是因為可能是融血有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他其實進出加護病 大概三次左右 那因為他現在很小 醫生還是找不出是什麼原因 那因為他的 平血很嚴重 有時候就會要緊急書寫 然後這些 哎呦 趕快幫他準備一下面積 沒有 我現在就是 我很相信要有正能量 就是 就是想說 要健健康康 我相信他就會很努力 哈哈哈哈 沒有 哈哈哈哈 不然 真的 其實 哎呦 我覺得想到小朋友就這樣 因為其實真的就是小朋友遇到狀況 我常常都會跟醫生講話說 就覺得我們自己都 怎麼不多 你也點書 那個醫療很多都不懂 那 罕見疾病的小朋友 或是家長 你說如果醫生 也沒有見過這種病的話 他們其實真的是 會很無助 就連我們自己看醫生 都會覺得很彷徨 因為 你真的幫不了小朋友 對 有血住床 其實我也不是很懂 但意思是說 我的抗體在攻擊你的 對 因為我的抗體跑到他的血液 我們兩個血液是不相容的 有沒有 我是O型 他是B型 那其實發生的機率非常罕見 然後醫生跟我講說 像這麼嚴重的 台灣應該不超過 就是 應該就是很少很少 大概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說 連記錄都很少 這麼嚴重的 通常就是 比如說期待減掉之後 你的血液不再互相了 照理說 這孩子就不會有 溶血的問題了 但 我們也這麼以為 只是回去的時候 就會突然間 他第一次那時候 也是我們只是去檢查 我們下午大概兩點多去的吧 那醫生大概八點多 打來說這個報告不吸引 請你現在趕快回家 會不會嗎 他需要緊急的熟寫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 其實找不到什麼原因 醫生也有說有沒有可能是 因為洗紅素要那麼低啊 通常要大量的失血 可是他沒有外傷 所以懷疑有沒有可能會 內出息等等 可是因為他 其實他很努力 他成長得還不錯 就是說他還是有努力喝牛奶 努力長大 只是就找不到 現在不知道什麼原因 因為 其實因為弟弟的狀況 因為他白血球也比較低 對 所以 一開始我們回家都是很快樂 我們就是大家都會抱在一起啊 那現在他白血球比較低 我們其實都是去抱他 我們都是穿那個 有點像我們在家戶病房那種 就是我們都穿防護衣 然後戴口罩 然後就會 哥哥其實很愛他 有時候就會想要去找他 我們都會跟哥哥說 那你要保持距離 那哥哥現在都會自己 就去戴他的小口罩 然後就去想要去摸弟弟 然後他現在都會知道說 進來乾淨的家要先洗手 就是 所有的人進來他就會 叫大家去洗手 所以我覺得 就是他小小似懂非懂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有一段時間 真的很 很有疑問 為什麼弟弟生出來都沒有看到他 然後 或者是我們可能有時候就是 突然間要出去 這樣 就說 現在都還沒有心思想這個 你這樣問起來